他转移过来以后,那个人再移民过来 放弃国家正好相反,一个人先放弃 回到中国以后呢,这个没有回去的人 把资产转移给他,然后再放弃 这种很逼强的这种东西 你不要说真的有人放弃民国国家 我们客户中间好几个在上海工作的 复旦大的教授,事物相当高 他说,他在中国生活的舒舒服服 一年一两百万的收入 他如果,他还要交美国税 他不划算的,他每年交很多税 去年交了另外多 他放弃以后,他可能分钱的分钱 说说该放弃就要放弃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讲些1099保税问题 什么叫1099呢?1099就是刺激 就是contract label 没有正式工作,打散工 我们叫做 今天去帮这个公司做一份 获得成一份的分钱,就叫打散工 这种税呢,怎么报呢? 这个税的税率很高 你不但要帮自己交税 而且要帮你老板交税 你在公司上班 老板已经帮你交了一半的税 不过你拿1099 1099是一个合同工 不是正式员工 合同工的话 反正你在我的公司上班 你摔倒了 财废了,对不起 因为我没关系 你不是我的正式员工 你自己去搞定 我看因为我没关系 正式员工,对不起啊 你没有保险,完蛋 员工在你的这个办公室里面 或者在你的工作场地出事以后 那你要付全部的责任 或者说这个叫做这个员工写 但是如果是真的contract的话 合同工作不行 因为又没关系 你不是我的正式员工 这些人呢特别多 其实很多人拿这个1099 到年终花一算 交这么多税 怎么办 1099他有他自己的套减税摆 OK 比如说我这个Standart 我在为了做生意 为了做这个生意 我去到处去学习 学习啊,培训啊 我去调研啊 我请专家来咨询啊 我这个怎么做这个生意 你能不能教我一下 我花一点钱给你 这些钱都可以抵制 吃饭啊 嗯 带我们这个朋友出去吃饭 请客啊 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 这个饮食文化嘛 我们的relationship 我们现在搞好关系才做什么 懂不懂 现在把那个这个 吃饭喝点酒 然后到高兴的时候再抬上去 比方一开始就说 哎呀把你生意给我做 等关系 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 反正是我们文化啊 这没什么错的 然后以后呢 这个打广告的费用啊 快计费啊 Home Office 所以你平常没地方办公 就用你自己家里面的 某一个房间来办公 这个叫Home Office Home Office Home Office 它的水费 电费 房租 维修 保险 比如说这个房子 一共是2500sqft 我对自己的办公室 五分之一 我的面积按照 百分比来算 然后五分之一的水费 电费 房租都可以减费 这个很厉害啊 然后在座里面有很多 safety call safety call to pay client Home Office Business case Traveling 有的人问我说 我回中国看父母的这个 女生可不可以减税 只要你 花在Business case上的时间 超过75% 剩下的百分之一 在我看清房里 看清父母 这是可以的 那是有规定的 你不能说 全部回中国去看父母 你花一些猜予费 飞机票 小处旅馆吃饭的全更紧 不可以 你要有一个生意上的网络 对 你说我回中国去 去调研 去拉客人 这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买东西啊 买了一个车子啊 我放到我的公司里面折旧啊 就一次性的做176 deduction 这个省税很厉害 很多人都说 没办法省税 省税办法超级 所以看你怎么去 去探索 怎么去弄它 懂 所以啊 这个 刚才说过 吃饭啊 带朋友去看电影啊 去看球衫啊 这些都可以的 甚至你去做一个豪华游融 一年只有2000块钱的 减税 你说我公司的股东大会 我放在游融上 看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我看 下一个 公司已经说过 公司已经说过 business expenses 已经说过 我看 猜对费也说过 礼物也说过 我看 还有什么 买车子也说过 保险也说过 对 另外就是两个这个 有的人 收入超级高的 你算是 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 那两口都超出了 四五十万以后 一交税 交到百分之三 三分之一的交税 四十万 五十万的话 你三分之一的税 你交十几万 又不划算 怎么办呢 我搞一个 family foundation 比如说 我今年一共五十万的时候 就是我把三十万拿起 我搞一个 foundation 这个三十万的钱 这个我 foundation里面 我可以雇人 我雇我儿子 我女儿 我父母 然后他们去 把我这个 打点 我给他发工资 Family foundation 他的要求呢 就是说你剩下的钱 剩下的钱 钱的百分之五 你一定要捐出去 就这样一个要求 绝对没什么要求 所以很多人就 大花特花钱 比如说我这个 二十万三十万的 这个房费剩的钱 我全部把它放完 我如果没剩的话 我就不用去做倒霉事 这个就是说 超级复杂的那种价钱 这种百分之一 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购买节能的一些 这个设施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 这个 不知道乔治亚这边有没有 很多州都有那种 这个 就是那个panel solar panel 那种太阳能发电的那种东西 整个一个 一套设施下来是13万 13万 花13万块钱 这13万块钱 其中五万块钱是税 本来你要交了一万块钱 你这五万块钱的税就抵消了 所以说你13万 你五六万已经给你把税都给你减了 所以你这实际上你只花了五六万 这五六万 这五六万每年产生电费啊 什么还要给你交钱 是你的 叫做你的生意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超级 就有比较超级复杂的家庭 可以考虑这种方案 方案是非常多的 还有这个 这个国外主计划 Qualified tuition program 给自己的小孩子 从小开始给他 从钱 这个钱是必须交税的 给他从他将来上大学的时候 要花了钱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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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OK Health service account 看病的钱 我可以拿五千块钱出来 然后你多退小伙 花完就花完 如果没花完 剩你钱就退 我感觉 这个都是费钱 这个给你指教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个 下一个 其他差不多就 就大概这么多了 后来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微信平台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 就上面每天有关于 华人有关于文章 每天一篇 我们这个宣传团队 我们公司的宣传团队 一年都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钱 都宣传 我们华人关机网的 这个QQ群 里面也是有很多免费的这个 握握 我们公司一共设了12个 在美东地区 整个美国 设了12个 达宜群 免费的 你认识的时候 报税哪一个不会 可以握 我们有乔治亚州的 南北卡的 纽约的 费城的 加州的 西雅图的 修士顿的 博士顿的 一共分了12个群 看你是哪一个群 如果你是 亚特兰大 到亚特兰大 的群里面 24小时 有人回答给你 为什么 白灘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 员工回答 晚上的时候呢 中国 我们是 在中国一般 所以这些服务 免费的服务 大家一定要去 充分利用它 下来的话 大家如果有 什么具体的问题 可以问一下 这个 有什么 具体的家庭情况 个人想做财务规划 比如说 有个 就是几年后 上大学的孩子 我个人呢 就是 夫妻双方 我们肯定要老的嘛 就是 小孩上大学的 一个 一个 和我们夫妻之间的 就是说 退休的一个计划 我们 因为 还有一部分 因为我也是姓一名 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是在中国的 那这一部分 就是说 有什么 我跟 这个要单独坦 这个 这个 因为涉及到很多隐私的东西 我们不晓得 大宗 大宗 广众之下 什么 房子怎么处理啊 你 这个你要跟我 秘书联系 他会单独跟我 这个词 我亲自给你做 等于我以后呢 我到处给你 坐下来 做一个 对 其他的可以 还是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是 去年 去年 还会买一点点 这样 这样 那你今年的税报呢 没有 可能 今年的税要先报 对 对 我先问一下 然后可能就是 因为去年也是找了一个朋友 去年因为15年我是报14年的 对 14年我是全部都在中国 所以 找了一个朋友 帮我报一下 对 今天要花15年 所以还没报 所以我先后 正好跟我们这个 少数联系 对 这种 我们专门的团队 对 中国来的新移民报税 它也不一样 跟普通税 完全不一样 还有很多机会 来出移民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随时 我们用电话 不是联系 我们可以 进门最大的问题 回答你们 所以我们一起问你们 好 好 那就这样 谢谢各位 谢谢你 聊得很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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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